老头你脑子没发烧吧 居然去叫我们去城隍庙抢镇魂关 再给我没大没小我就揍你 你敢从城隍老和尚手里抢东西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连这都不敢去 以后我怎么放心将棺材扑交给你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不就是城隍庙取镇魂关吗 我今晚就给你取回来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爷爷就在家等着你们回来 城隍庙的大门锁了 咱们该怎么进去了 笨蛋 咱们是来盗墓的 当然是翻墙进去 小伙子 你们想干嘛 我们想来拜拜城隍大人保平安 可惜大门关上了 所以我们只能翻墙而入了 我们已经关门歇业了 看你们也是真心想求城隍爷保佑 那你们就跟我进去吧 只要你们诚心祈祷 便可得到城隍爷的回应 城隍爷刚刚眼睛动了 难道是我看错了吗 钢弹 快看天上下雨了 天降大雨 要不你们今晚就别回去了 道部不在这里住一晚 再回去可好 我正宠没办法留在这里 想不到天空作美给了我一个借口 今晚真是个道官的好机会啊 那就谢谢道长了 你留在这里找棺材 我回去找人来接应 不好 有人进来了 这和尚果然不是好人 还好我不在被窝里 真是个衣冠禽兽 我再给你补两刀 这是什么东西滴了下来 天啊 居然是血 这城隍庙的树上 居然有这么多吊死鬼 真是丧尽天良啊 舅舅啊 我死得好惨啊 你为什么会被吊死在这里 我们都是被城隍爷杀死的 他把我们挂在树上 吸收我们的阴气 真是个伪神啊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那你知不知道城镇魂关在哪里 镇龙关在隔壁里 你不要怕 我这就催动鬼鹰 送你们去转世投胎 我靠他先人的 这城隍爷这么厉害的吗 我施展鬼鹰都没有作用 好家伙 居然被你躲过去了 你果然不是好东西 你这个衣冠禽兽 你的命格很特殊 杀了你 将你的命格 献给城隍爷 他一定很喜欢的 现在的我根本还不是他的对手 小子 这次你可跑不掉了 住手 你巫爷爷回来了 小子 你不讲武德 你竟然敢偷弃我一个69岁的老同志 你以为你是马宝国啊 去死吧你 你还在看什么 赶紧去找镇魂关啊 刚刚那个吊死鬼说 镇魂关就在这个房间里面的啊 怎么没有看到了 这块石砖是干嘛的 武老爷子 我已经找到镇魂关了 赶紧派人过来城隍庙抬关 你们竟敢派人过来动镇魂关 老子我就动了 怎么的 吊死鬼给我拦住他们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城隍爷马上就要回来了 你们谁也跑不掉 九冲雷阙第三世 你们今天谁也逃不掉 都要死在这里 我要把你们和这些家伙一样 做成吊死鬼吊在树上 你们完了 城隍爷回来了 你们还不快把棺材放下 城隍爷 是晓得的错 请城隍爷息怒 你为何要动本身的棺材 城隍爷 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城隍爷 您一定要严惩他们 他们打阵魂关的主意 还将吊死鬼送走了一部分到阴间 打乱了您的计划呀 什么叫我的计划 要不是他们两个人 我能知道你做的这些勾搭吗 城隍爷 这些事情不是您叫我做 该死的和尚居然敢污蔑本身 让大家见笑了 在我的地盘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深感抱歉 想不到城隍爷 居然是一个伪君子 城隍爷 这件事情不能怪您 都是那个和尚所为 和您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论如何 都是我看管不老 我会给那些认死的人一个交代 对了 你们要镇魂关做什么 城隍爷 我要镇魂关来救命的 哦 救命 谁的命需要用到镇魂关 救我爷爷的命 我爷爷死后一口气没吐出来 现在已经快变成僵尸了 只有镇魂关才能让他安心下葬 你在说谎 难道被城隍爷识破了 我没有骗你 镇魂关我可以借给你 不过我有个条件 而且这件事情你一定能够做到 城隍爷 您请说 我要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成为我的继承人 继承人 怎么 难道你不愿意 快点同意 城隍爷传承 可是莫大的机遇啊 城隍爷 实不相瞒 我已经有师父了 所以您的传承 我不能接受 你的师父是谁 姬云堂刘道长 刘道长我认识 不过你是他的徒弟和继承城隍 复一副冲突 只要你答应成为我的继承人 那口镇魂关我就送给你了 如果不继承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